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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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的这个一线投入使用的数量不够 那么相对而言呢 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我倒是认为 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一些民用无人机 反而发挥了更大的效能 它往往都是这个民用版的四轴的这种无人机 那么可能就飞个一两公里 或者是在十公里左右 可以针对对方的这种防线 进行精准侦查就知道了 知道对方的阵地在哪 它的散兵坑在哪 有没有人进行防守 飞过去之后 马上就可以引导排击炮 包括一些伸转火炮进行火力覆盖 甚至呢 有一些民用的四轴的无人机 直接挂一个手榴弹 飞过去就直接投弹了 那么对于一线作战的俄军的这种部队而言 尤其是班牌一级的作战部队而言 想要依托于猎户座 为他们提供及时的这种情报 相对而言难度比较大 但是呢 对于这种民用的 经过改装而来的 既可以侦查 又可以扔个手榴弹的这种无人机 反倒会成为 他们可以随手使用的一种帮手 所以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冲突当中 俄乌双方的一线的这个士兵 基本上在这种民用无人机 或者是小型四轴无人机的使用方面 都变得特别灵活 既可以引导火力打击 既可以进行侦查 也可以扔个这个榴弹 或者这个手榴弹直接打击 所以在俄乌冲突当中 无人机它的门槛其实是变低了 那么不仅有专用的设备 可能还会有我们以前认为的 一些山寨化的产品 但是无人机对于战场应用而言 我认为它只要是能用就行 好用就行 那么至于说是大是小 还是要根据任务去进行灵活的选择